再给你重新买一套 更大的 慢点 图没事吧 要不咱们上医院看看 不用 我就想知道我的钱怎么办 刚才警察也说了 这个问题地找开发商协商 咱们是受害者 实在不行 你起诉 不是 这开发商在哪儿 我刚才拿了一张名片 这有地址 我去找 别着急了 这房子是我跟我爸 全部的积蓄 我已经打过我省吃俭用交 这案件已经交了一年多了 他现在告诉我 我这钱没了 我这房子也没了 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跟我爸说 别担心了 好 好 你好 是曙光万林地产吗 这是说要有一个律师男朋友 该有多好 不对 应该有个有钱男朋友 才是真的好 男朋友有钱 还不如自己有钱 那更难 等我先把脸整 伯伯 我是小雀 我想问你一下 那个 我记得你之前说 你男朋友的爸爸是律师是吧 是这样的 我们家这买房子出了点问题 想找律师咨询一下 泰国人 你男朋友也是泰国人吗 继父 会 会说中国话吗 好吧 谢谢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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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 拜拜 不是 大哥 居委会那是协调家庭内部矛盾的 能给解决法律问题吗 谁跟你说离婚了 说了八百遍了 买房子买房子 还有个人就什么来着 喂 好 我知道了 好 你擔心 我们有办法的 林拓 你说之前 我们要是要不回来 怎么办呀 那我就好好赚钱 再给你重新买一套 更大的 别想了 你确定能行吗 我怎么有点紧张啊 这紧张 一会儿你就盯着他们领导的眼睛 一个表情不要有 一句话不要说 明白 许总 就是这两位业主要求见你 这是我们项目部总监许总 你们要求见的上级领导 你们找我什么事啊 你是曙光家园的负责人吧 曙光家园项目的事情 我们已经做了说明 是承接施工单位的负责人 携款逃跑 我们已经按照合同约定 支付了他们楼盘建筑的费用 现在违约的是施工单位 不是我们 施工单位 是作为你们的乙方 承接了这个楼盘的建筑 我们作为业主 购房合同是和曙光万联地产签约的 所以你们所说的这个乙方 和我们没有任何的合约签署 我们之间也没有关系 所以 无论这个施工单位是哪个 都不能影响我们 对这个房屋的权益 对吧 那你们可以选择退房啊 谢谢 许总 不好意思 退房这个策略 可能是你们针对那些 对法律完全没概念的业主 我们很清楚 退房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单方面地放弃了权益 你们不会退我们首付款 更谈不上赔偿 退房者作为整个链条中 最后的受益者 只能收到一张白条 成为被动的债权关系人 听你这意思 是让我现在就把首付 退给你们 是吗 不仅是首作 虽然现在楼盘面临烂尾 但是我们和银行的按揭 已经成立了一年 银行不会因为楼盘烂尾 而和我们终止按揭关系 只要我们不还贷款 我们的征信就会出问题 银行还有权利起诉我们 要求我们一次性交付全部贷款 这些问题你们肯定很清楚 所以我们要求 归还首付款和已经支付的按揭 包括利息 解除购房合约 终止银行按揭 那你们和公司法务谈吧 当然可以啊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在这件事情上达成和解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法院 申请房屋保全 起诉曙光万临地产 申诉后拿到申诉状 我们就可以强制执行 优先获得赔偿权 这样 无论这个房产 你们是拍卖 还是留在公司 但凡你们有钱 就会直接进到我们的账户 太炸了好吗 我都没听过 还说过那么多专业术语 练了好几天了 天天拿我练手 这就搞定了吗 能拿到钱了 怎么可能 他们不会轻易给钱的 要真是施工方跑的话 他们要处理的事多着呢 不会先解决我们的问题 律师也说了 要先申请房屋保全 还是要走法律程序 先解决一行贷款的事 来 甘约知道这事了吗 我哪敢告诉他呀 他要知道 那不得骑人过去了吗 也是 喂 我是 行 我这就去啊 怎么了 我发进医院了 什么情况 你慢点 我给我帮 你走